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加入你的农场 有一个很特别的嘉宾 就是他 大家好 你好 其实呢 现在的阿肥已经不是那个阿肥 以前大家一直有印象的那个阿肥 他是一个地狱的那些 都说没有人记得了 地狱厨神那件事 他是很害怕的 因为怕会影响他一生的幸福 有些人以为他煮不到 那怎样 可以的嘛 OK 今天要告诉大家阿肥是煮到的 今天也是卡路里农场 开始以来第一次 我不会煮任何东西 全部都是嘉宾煮的 说笑而已 开始吧 好 阿肥要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材料 首先我们有这些腰果 开心果 开心 你又说腰果 哈哈 看不到 我怕你又明明刚才说腰果 你又不是腰果 应该是这样的 开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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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一样开心果 这些是柑 有些薯仔 有些羊架 没错 有些 柑橘 有些 香草 对 香草 这个是什么 香草 什么是瓜 你给我闻一下 脆 脆 脆肉 对 对 好 先知声明 今天之前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是真的没有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好 第一步你把羊架 洗干净了 好 那你出去放在这里 看我自己走 会 看着我 自从我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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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不硬币 你会死得不硬币 你会死得不硬币 好 下少少盐 和黑椒 好了 好了 下盐 下多少 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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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其实是这样的 放在手上 为什么要在手上 一边这样散开 你就会均匀很多 如果你这样散开 就会吃这些辣油 很厉害 你别这么心急 这一集 分一个星期播 我们可以剪成 七个小时 曼谷出小火 曼谷出小火 哈哈 这样 这样 OK 接着 加入油 要不要摸摸 不用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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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放在手袋里面 为什么要放在手袋里面呢 因为稍后要把它慢煮熟 可以吗 那我们在这里 这样 这些是否很乖看东西 可以 可以 我想自己走下去 不要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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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摸 挑战观众的忍耐的尺度 哈哈 哈哈 好了 接着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有盆水 接着呢 我们就把这个样子 调转好一点 因为呢 待会我们要把它浸在水里面 慢煮熟 是的 这样呢 怎么样可以令到 慢煮熟呢 就一定要有一个真空的状态 那真空的状态 怎么办呢 就放下去 接着 那你的水压 就把空气都压出来了 嗯 接着在上面就关掉了 嗯 这样压 试试看 真的吗 是的 那这些水压一定是先软了 软了才方便一点 对 接着就是这样 好咸 OK 接着我们就可以用60度的温度 将它慢煮熟 大约45分钟 摸开心果 其实就不用怎么教了 这个开心果 你怎么用来做呢 我可以用口 摸一下 摸一下 可以吗 可以 摸凤爪的阿婆也是这样 就是 然后呢 你猜吧 这个开心果 我用来做什么 一定是用来吃的 谢谢 我觉得 是 你未来老公看着 你未来老公看着的 我告诉你 我可不可以由开心果 从头来过 如果是的话 人生有多少样东西可以从头来过 你问你自己 这个节目 这个开心果 可以 可以从头来过 我想再正经一点 和性感 太迟了 我想这样上来 OK 好 这个开心果 用来 压碎它 其实是用来切碎它 压碎它 然后呢 那个羊架 我们在slow cook 然后呢 我们就塗一点点 芥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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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辣在面上 然后把碎的开心果 烤上去 然后呢 你就把开心果 压碎它 压碎它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 可以细细 搞定了 搞定了 这个羊架呢 那算是熟了 还是熟了 其实呢 slow cook 就要看温度 是 譬如58度 59度 60度 61度 62度 63度 全部肉的质地都会不同的 这个是60度 其实最medium rare 就是切出来里面 是粉红色的 是 那是58度 那今天 我就特意做熟一点点的 所以60度 嗯 然后呢 在这个锅里 加一点油 然后 把它煎香的表面去 我帮你下油 很表面 很表面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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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哈哈哈哈 做什么 選定了 哇 嗯 好了 然后煎面 这个面 这个面 这个是煎不到的 等一下就要调转它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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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做什么算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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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告诉大家 如何做 跟着呢 我就会把这些抹茶 油一层下去 对了 跟着呢 再撒一些开心果 那这个之前呢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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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边需要不需要人吗 不用 因为你只是擦这边而已 嗯 好 有些滑滑的底 是真的不同的 这个步骤是做得很好 对了 好 跟着呢 就把开心果去灑下去了 嗯 灑吧 那不会太多 嗯 不会啊 多点好吃 对了 但是要压一下它 灑完之后 因为让它不 待会切片吃的 不要 不要让它掉出来 跟着呢 我们就把它放进烤炉 烤炉 烤烤了 180度 嗯 然后呢 烤它 7分钟 嗯 好 放进去 上面有吗 中间 因为其实它已经熟了 所以 现在是令到那些开心果香脆 好了 接着我们就要做一个很厉害的配菜了 好 接着呢 有薯仔 脆肉瓜 韩萝卜 批皮 是 哇 这个东西很滑 嗯 脆肉瓜不用批皮 然后呢 把它刮一些波波出来 嗯 好了 我们做好这些波波之后呢 我们就烧热一盏水 嗯 接着这里呢 是粗盐 OK 倒进去 OK 那么多盐 因为没有味道 那些蔬菜 还有呢 在盐水里烧绿色的蔬菜呢 嗯 就是橙色的蔬菜 也是 它会令到它的颜色不会变黄的 譬如烧菠菜 为什么呢 不知道 它的叶绿酥会令到它 遇到盐 它就会修改了 不会变黄 好 那些蔬菜都差不多 那你留下它放在这里 好 然后那个羊架呢 其实都差不多了 我们拿它出来 喂 所有的肉类呢 这些烤啊 这些烤啊 都是这样做 什么 都是这样做 不是 是做完之后 不要马上吃了 要等 要休息它 但要休息它 15 至到 20分钟 为什么呢 它里面的肉汁和血水呢 如果你现在吃 一切开就 一切开出来 但是20分钟它就凍了 如果那块扒是这么厚的话 要休息20分钟 就是牛排 那些大块的 都还是热的 会热的 还有几粒 不要浪费 那如果我去餐厅 其实我没有说热 就这样好了 其实它帮你 它拿出来之前 已经帮你休息了 嗯 那个 法国菜呢 街吃的时候呢 那些蔬菜呢 真的不是这样的 但是你觉得是好像熟 尤其是拎粒粒 很漂亮的 嗯 甜甜的 就是这个步骤 了 你加些牛油 好 然后加一点糖 下去 两汁 这样 嗯 嗯 然后加一点水 这个是水 是水 水 这个很軟 对啊 很不趣的 然后把牛油和糖和水 融入之后 你就可以把所有蔬菜都放进去 好 最后你要炒干 炒干就是水 好 好 好 我等里面没了水 嗯 不好意思 这个很软 很软 很软 对啊 对啊 我感觉一下那个力量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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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你切开 我给你切 你这样切一块 你看看 就是这个 把骨子切一块 骨子在里面 然后把骨子均匀 这样 其实它是粉红色 但是它已经湿了 对 那这个就是Slow Cook 羊架 好 好了 对 还换锁的东西 很靠自己的天分 好 好 啊 那这个 嗯 嗯 餐厅质素的 哦 那个美丁 法式牛 法式羊架 這樣就完成了 整件事都是你自己一手一腳做出來的 你有什麼感受呢? 太簡單了 我每天早餐都是做類似的東西 好的, 再見